Hello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个上等的美食的吃法 这个叫马齿馅 很多人还不认识它 在世界各地都有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在田地头比较多 一些农民把它采下来回来喂猪 其实人吃了它不但味道纤维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其实在本草岗墓里有古代的诗人杜甫 在诗里也介绍了这种植物 它有多种吃法 不但可以炒饭,还可以做汤,而且可以炒菜等等吧 当然我愿意吃这种植物的这个吃法呢 就是说蘸点鸡蛋酱 然后把它洗干去了 蘸鸡蛋酱吃,非常的味道鲜美 记得在几年前呢 我们开车去美国 这个大家累了 然后在中途在道边停下来了 停的时候发现地面都是这个马齿馅呢 我们采了很多 然后蘸酱吃非常香 前两天呢我去个朋友家 发现原来这马齿馅还有另外的吃法 好,现在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的 第一步先把马齿馅洗干净之后 然后炒成鸡蛋 卷成面片包起来 你搅上那样吧 哇,现在就在锅里去蒸 对 对 水已经开了 对 水已经开了 上,我们蒸上它就OK了 好嘞 把那个马齿馅裹到这个面里边 对 放点胡椒粉 放点鸡蛋 放点油和盐 然后卷起来就蒸一蒸 对 哦 哦 大约蒸多少时间呢 大约蒸个十来分钟又行 上去之后十来分钟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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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之后十来分钟 姜、醋、香油 好,可以吃了 看开锅什么样子 来 看一看吧 看 哦 哦 好漂亮哦 好亮哦 来 可以吃了 还有一个它的外号也叫常树菜 哦 日本人吃的比较多 这个它呢在 所有的绿叶菜当中 它的 伽玛脂肪酸 Omega3 我们号说了Omega嘛 Omega3 脂肪酸的含量是最最最最最最高的 嗯 然后呢 这个Omega3 我们吃这个 没事 你放着吧 Omega3呢 我都搞烂了 Omega3的脂肪 Omega3 脂肪酸呢 被证明 对癌症 对中风 对心血管 对颠纤 等等 都有 很大的好处 对 都有很好的 所以呢 这个很多 你看世界著名的这个 这个 嗯 嗯 营 呃 营养品 要拍那一条 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营养品 像油 有萨纳 还有其他的都 都 提取了这个成品 都还有这种 对对对对 来来来 过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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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 还没有赞足料呢 嗯 哎呀 没赞足料 味道已经 哦 味道已经不错了 嗯 哦 还有一个 它足的香味 我马尺见的那个清香味 哦哦 嗯 然后呢 它这个 那也特别顺滑 滑嘛 很顺滑 这个 嗯 这个菜 哦 嗯 嗯 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哦 有点像盒子似的 嗯 太好吃了 嗯 感觉又 太棒了 装的比较健康吗 嗯 好 关于天然美味 马尺 现在各种吃法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见